请问在不同的天的话如果说人间梦到说有一年 那这个在不同的天的含义是一样的吗 实际上你这个问题就是有点悬 因为你这个问题没有问到点子上 其实你就是说人间一年天上一天人间一年 听得懂吗 实际上它是一个概念化的工程 公式化的一个概念一个理论 实际上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平时星期六星期天你觉得过得快不快啊 快 好开心吧早上下午一晚就一天没了 对不对啊 那你上班的时候一分一秒都很难过 对不对 我昨天还刚刚听到一个美国的同学告诉我说 他过去打工 他过去打工他的工作是包人家面包 帮人家把面包扎起来 因为这个机器一个个面包进来 把机器把面包夹成一片片的 一放在树袋口袋都是机器的 然后这个机器呢把这个口子一弄 他只要拿这个线呢把它扎起来 他说一分一秒他恨死了这个钟了 他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呢 八小时啊 八小时啊 苦死了 那么我问你你在一天在家里你出去玩的话一天快不快啊 快 好我问你你星期天的一天和你平时的一天是不是一样时间呢 是啊 那现在明白台上讲的话意思了吗 嗯明白 就是师父我想请问就是比如说在三十三层天和之上的一年跟人间是是比如说一个小时是等于都是一样是等于人间的一年吗 在天上只要在只要在我们说的在四圣道以下的 嗯 它基本上都一样 嗯 但是超超过四圣道之后 它这个维持空间转换就是没有时间概念了 哦 你想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了 所以在天上是万寿的 哦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啊这些东西人家都人家都不知道的没办法解释 对对不对 通常说六道轮回里面玉皇大帝是三三界主宰 那么六道里面还有三界还有三个道是谁管的 天上管地府也管 都是上和天天人地地人天它全部都管的 那玉皇大帝它不是三三界主宰吗 它主要是管天界 管人道还管畜生道和地狱它都管 所以为什么下面三界全部都是归玉皇大帝管呢 因为下面的官全是玉皇大帝派的 他还不懂啊 那么台上说阿修罗道的人经常要和天人斗 那么阿修罗道的人他就不归 就是他不听玉皇大帝的话要要要斗啊 对啊 那么阿修罗道归谁管 归谁管也是归那个比方说云王老爷管 但是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现在我们在澳大利亚瑞峰归谁管了 是不是归澳洲政府管了 那瑞峰为什么里面倒是都是 都是天天要抢东西偷东西归谁管了 你就说每一个道里面总有不听话的人 那对了 你这个都不懂啊 一个国家有警察 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多下面有这么多流氓了 我想阿修罗道绝物比人道高 他们就不犯罪了 那我问你 人家畜生看我们人道 他说人比我们畜生好很多了 看看那些人还不如畜生了 听得懂了吗